德国黑森林布谷鸟老师座中、玄县天文中、日本武音中、发廊国产座中、走进曹庆吉的家里,近两百台民国时期的世界古董钟表映入眼帘,仿佛走进一座私家钟表博物馆。 今年62岁的曹庆吉是武汉一名古董坐钟爱好者,早年从事储聚院道具制作行业,精透木工和修缮等手艺。 1988年,他随父亲接触到古董钟表,这些诞生于20世纪初期的老钟雕花镂空工艺精美,内部鸡血精密,令曹庆吉爱不失手。 我大概是88年左右开始收藏的嘛,现在已经收藏到现在,大概有一百八十个左右吧,就是我说指的是二战到民国期间那种,解放以前那种,解放以后的种我基本上没有收藏。 凭借着自己木艺和修缮手艺,曹庆吉开始自学古董钟表修复,为了收集更多样式的坐钟,曹庆吉走遍武汉,辽宁府顺,广州等地的旧货市场和拆迁区,收购被人遗弃的老钟。 我看见人家把钟的都把它拆了,确实可惜了,满多东西就是说,你把它拆了,垂了,当废品卖了,回收了,它都是几十年,甚至于一百多年,真的可惜了。 曹庆吉告诉记者,这些古董做钟大多都有近百年的历史,木质外壳早已破旧不堪,钟摆铁子斑斑,不能准确地走实了。 为此,他反反复复地拆卸机心,洗油,上发条,提升重锤,修补雕花,通宵修中也是家常便饭。 31年来,近200台产自美国、德国、法国、瑞士、日本等世界各地的古董做钟,在曹庆吉手中复活。 如今,曹庆吉最大的愿望是开一家古董钟表博物馆。 曹庆吉说,希望古董钟表博物馆能让年轻人了解钟表的历史,在终身里感受从前的慢生活。 因为我收藏了有180个左右的这个坐钟挂钟,有的打点报客,有的专门打点不报客的,这就是包括世界上有几个国家的钟,我想让市民都免费看一看,想搞一个博物馆,让大家对这个钟有个认识,遇到的这样的东西就不要把它浪费了,给拆掉了。 晓庆祂